今天早上也来先大家配合 这也是全国人民想要知道的真相 诚实是最上策 公布所有的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有私下的交换条件都不是我们能够接受 不是要如何找折修部 或是要如何来交换条件 保护旗跳出来要为国金出汽 另外就来看官僻领他怎么说 程序上失离的地方 我当然有跟钞委报告说 我对外有做了这样的表达上期量查 他也接受了 这个逻辑不同 作为一个原住民的委员 尤其是在内政委员会的钞委 他铁定会支持我们这样做 那至于说是不是拿来交换 显然是逻辑不同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接受上期量查 何必再交换 官僻领兆姓 不是要提网 hygien的政策来 是把厄厄 是截取一段的简讯 到底他前面后面是不是在讲这件事情 恐怕我们也不晓得 所以我想我们不需要随便搁倒菜灯 怎么可能呢 管妈要向谁施压呢 我认为管碧林委员他传的讯息 是递出了非常清楚的讯息 就是尊重国会寻求朝伟的见谅 哪有提这个感情在做文中 管碧林是说他都出解到他的意思 民事新闻中华报导